17年18年那个时候 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太乐观了 走到今天 全在赎罪 没有清空这里的任何东西 怎么看都像跑路的 好多时候朋友一块吃饭聊一聊 大多也都是调侃 因为真的是谁也救不了谁 大家都在坎上是吧 北京这埋这两天真的是没完没了了 扛不住我 这种天气实在是太难生存了 我现在在长羽大街上 你看这边是卓秀北街 它这个整个是好像是个园区 是智慧8号吧 类似于智畅园创新产业园 环境还挺好的 可惜了 可惜了今天都是埋是吧 这边都没租出去 这边都没租出去 那边租出去 走走走 整个人有点空了 就发现人越少 越舒服 走着都心情舒畅 越看不到人心情越好 人越多越难受 嗯 不过今天 北京的天气真的是 太让人失望了 是吧 太让人失望 新型研发中心 啊 新型研发中心 什么新型研发中心啊 良香大学城 写的也不明不霾啊 找这园区咱看看 啊 这两天 烂事也多 做医药研究的 这两天烂事挺多的 单位的烂事 催款的烂事 嗯 这两天 就我们之前 不是跟那个城楼打关系吗 嗯 城楼公司 还有我们那个大甲方 都是我们的被告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结果 我这事啊 好久我都快忘了 因为现在我这个 对吧 也懒得管这些烂事 正赶着昨天那个 律师 找我要差旅费 就问哎呀 差旅费咱们给报了吗 我心想 还有这事我都给忘了 我心想这事我都给忘了 然后然后我说哎呀 我跟你问我们的会计 然后会计就说 没钱 我说我说要不然把那些律师费和律师律师的那个差旅费先给结了 人家必定不是咱这系统的是吧 咱这钱 缓缓缓 缓缓慢慢在掏 律师费 律师的那个差旅你不给人结了 下次再开庭 该宣判了 这个面子上挂不住啊 会计也没办了 会计说你们领导去吧 说实话你说现在做人做事都不太容易 就我们那块也挺逗的算计来算去 还老算计我 然后那天你还记得以前有个合同吗 合同里有一项就是你工作时间超过这个 呃四天之后你要自己上保险 你知道就因为你挣的钱足够上保险了 嗯 其实这个挺坑人的 这是那个因为我就跟我们老板说 我说这是你你你同意的是吧 他说我说这跟你跟我的承诺不一样 他说这不是我弄的 这是那个快递歇了 我说这他妈我又不是傻子怎么会同意呢 我说肯定签不了啊 最后那个 那个快递不说话 我说我这个签不了啊 我说你这个 那那那等于你说最次结果就是干一天活 挣一天钱把保险上了 我说这就是我最低的限度 那你现在搞一个 我工作超过四天还要自己掏保险钱 那我七百二十四几天四天就是三天 那我干了五天活 我只能挣一天工资呗 因为我那四天就上保险用了 对吧 反正我觉得也挺神的这帮人 这你用算计的话 我始终不知道 这种小小细节领导难道不清楚吗 总搞一个让我看到还要把它揪出来 很难说老板不知道啊 但是反正 哎我都觉得都这公司都可有可无的状况下 就不不不不议讨论这些事啊 无非我我看的时候我对我来说只是公司哪天倒闭而已 你都保险签出来啊对吧 你看自己上保险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看 就现在这段时间你们也发现 他说给你那个底线 你怎么干都比那个挣的多吗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 三千五千呢 这差不多了 哪个月不得挣上万 是吧 这基本都是一万左右 你要一出差就肯定两万往上了 我也没想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 那只能只能说现在有项目 要没项目的话那收入肯定特别低 那那个时候你说这三千块钱 嗯就有效了就是说你什么 做四千班拿三千块钱 因为没活嘛对吧 就会有坐班去的情况 哎 赶上我这个朋友 好多朋友也都是拿不了工资 就是缓信对吧 就各种渠道 又是说公司账没查了 晚几个月发 对吧 还有这个 老板就是不给 过了他妈好几个月 天天找他要那种才 给一点 都那种 现在怎么 你说你现在就业吧 工资低也就算了 还他妈老不发 这个 这个就社会的 这是社会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就我能接受你工资少 或者你 你最起码按时发是吧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工资少点你按时发就行了 那现在社会上很多情况都是你 工资少点他也不按时发 就好多时候你会去想 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因为 真的是企业没钱了 他才会少给你工资 但是当他少给你工资的时候 也说明企业不行了 那企业不行了他又发不出工资 这不是恶性循环 你看我戴着口罩有点憋的 你想象不到这个地儿有鹤 应该是鹤吧 我刚才看见了 这么烂的天气还能有鹤呢 好这儿这儿 这应该是鹤 是鹤吧 看着像 真是鹤 你看那个外形能看出来 这么严重的雾霾 还有这么好的动物 真的是 哎这个天气太对不起 这个动物了我 说实话咱也不说为啥 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 或多或少会扯掉这些事 还是有工作的拿不着钱 没工作的又想上班 又觉得工资低 恶性循环 年轻人其实我觉得还好 应该像我们这些中年人就是这个岁数 头十年可能是风里来雨里去赚了点钱 到今天哇塞 这什么都不是猪狗物如啊 被社会遗弃的那些人 所以这些人才就只能自己救自己啊 哎呀就很难了 我感觉我感觉 我有的时候想 幸亏是北京人啊 幸亏是北京人房子买得早 对吧你说 伤害不那么大 那我有的同事 大厂买的房 赔了百分之六十了 那天我跟他聊天 我说能租多少钱 他说不装修的话 五六百 然后现在情况就是五六百都没人租 我说你大厂那拿着当库房也合适啊 北京你找个小库房 那也得 你北京有个小隔的房 十几平的 五平的都得一 五平的一个月都得两三百 哎你想想 你那个 几局势呢 还是对中国太乐观了 就是 17年18年那个时候 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太乐观了 走到今天 全在赎罪啊 老老人问我 为什么老来房山那边 我跟你们说一下 因为我家里 就有的老人 他来这边打工 你知道吗 岁数其实也不小了 就家乡那边 我媳妇家乡那边老人 就有的来这边打工 有的是亲戚 那有的时候我就会过来 说实话你说你知道乡下一个月也就是两百多块 那其实河北这边还行 有的地儿两百都拿不着一百多 低宝嘛 对吧很难的 就这种收入 说实话那城乡 那乡村医疗都够像 哎 就整个都 你去哪儿看都不是太乐观 那远处那个是 好像是北京工业大学 你们看到那个 哎这你们也甭看了 全是埋看啥呀 哎 走两步随便聊聊这些事 埋态 这就是埋态 事也埋态 天也埋态 中国也埋态 从上到下都埋态 你们看看这个 对吧 埋态不埋态 租费租不出去 贴的都是出售 我看到 全是售 我给你们讲讲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贴出售 啊 因为底商 底型商铺 就是大部分人 对北京 或者是某些区域的经济 已经彻底放弃了 对吧 所以它会出售 你们看 几乎所有的北京的底下的商铺 你上次咱们去新铅口也是一样 它贴的都是出租出售或者出售 没有完全贴出租的 这原因很简单 即便在新铅口 以前那么好的位置 现在是吧 也就是驼屎 赶紧抛掉 赶紧走 全是想跑的 这每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多半都是无能为力 那真的租出去一家 你是羡慕还是恐慌呢 对吧 你越不租越没人租 挺可怕的 就这种类型的控制 你这原来贴的也是出售 被撕掉了 就这种类型 给一般的人造成的恐慌 就非常的大 你说实话 这边有没有居民区 这是不是居民区 后面是不是居民区 那你看这居民区入住率 其实都挺高的呢 我之前也说过 北京的入住都还可以 哇塞 但是你看商业操不操 这儿有商业 这儿也有还想弄商业 那个那个商业里还有大超市 你想想怎么搞 那个大超市跟小超市 要就离一条街那么远 生意怎么做 这开了张 关张了吧 看看看看 他这边商业还是下了点本的 地面都给做自流平了 这比好多的 对 那些商业更烂 地面都给没做自流平 全都重新装 这多少还能行啊 这后锅带也就黄了 这贴的是啥 人气浪2002 2022 两年前 我这黄了不会很长时间了吧 这个是做什么的铺子呀 应该也是个商店 不知道干啥的 也黄了 那你怎么把东西清走呢 这家店 阴门店到期无法去终 书店也无法继续经营 从2024年2月1日起正式闭店 营业三年来 哎呦我的天呀 收获了许多可爱的书友朋友 衷心的祝感谢在店里每一位 每一场相遇 结果有许多无奈跟遗憾 注意这句话 无奈跟遗憾 但要跟大家挥手告别了 哎 今年 月底 这家书店走的时候 没有清空这里的任何东西 怎么看都像跑路的 这也难说 这家是卖酒的 也关张了 哎 哎 我觉得之所以会出上这样的结果 真的是经济萧萧造成 没辙呀 你这个位置哎呀呀呀呀 真的是不应该呀 行吧 正好今天也在长余大街附近逛了逛 这个创至八号的底商 挺惨的 挺惨的 马路对过也不是太好 也有好多空的 但是这边两间 这社区服务站 难怪倒不了 哎行吧 整体经济环境很不乐观啊 同学们 所以还是 自己想办法吧 这年头谁能救得了谁啊 好多时候朋友一块吃饭聊一聊 大多也都是调侃 因为真的是谁也救不了谁 大家都在坎上是吧 好今天就这些了